翻開歷史案件 從圖像資料著手 一張張顯示當時狀況的照片 還原228事件的真相 從以前到現在 228的說法 隨著它的資料的開放 多寡 有不同程度的一些解讀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在整個事件 藉由淫東亥電的串起來 我們推翻了以前的一個解釋 以前的見解 這個是一種 也可以帶領學生 往媒體試讀的一個角度 學習的一個地方 從多個面向 探討當時的狀況 試著站在執政者 與群眾的立場發想 如果我身在那個時代 該怎麼做 又該如何在被誤導的假訓息中 知身抽離 同時教育課程 媒體試讀 不只教孩子做新聞 更讓孩子能有發想的空間 思索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如何定位 展現正能量 我們有上過媒體試讀的課 在學校也提供了我們去實地採訪的經驗 從媒體試讀當中我們了解到很多事情不能只靠單一的面向去了解 必須要從多個面向看事情 才發現事情其實不是我們原來所想的那樣 而且從媒體試讀這堂課中 我們也能帶給大家許多正向的想法 我們的國一國二的學生 每一學期都有三到四門科目 學生都非常非常的高興 那其中有媒體試讀的課 才會帶著學生去做新聞的撰寫 新聞的採訪 這個是在做中學 然後讓學生真實的體驗 知識跟實作同時都堅固 在資訊多元的時代 孩子們多看多聽多接觸 更聰明地辨別真假訊息 找到自己的興趣方向 在八斗高中的通識課程中 找到自己的管道 記者蔡小君采訪報導 記者蔡小君